今天可以來DL IT 為大家分享我的東西 那今天主題我會帶到說 資料這東西跟群眾還有智慧 怎麼樣去改變這個世界 從有網路以來大家都知道 就是越來越瘋狂這樣子 OK 所以時間是30分鐘 不過其實我大概只會20分鐘左右 因為原本我預期是有10分鐘Q&A的時間 不過他說強迫我一定要在後面換作論壇 才能跟大家對談 所以你們要記得有問題嗎 接下來等一下來盡量公幹我 好啦 那我是James 我是Mobius Club Co-Founder 那在講之前大家一定會先問說 就是你到底我是誰嗎 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沈榮跟James Shen 然後我是台大一個魯蛇機械系畢業 然後從有電腦開始在寫程式 然後專注在做醫療器材相關的東西 那我有一段時間還不錯 我去了以色列去那邊當研究學生 然後在那邊接受到他們創業的文化 跟台灣不太一樣 他們比較瘋狂 比較aggressive 那我從那邊學到很多 怎麼樣變得比較像瘋子一樣的氛圍 那回來以後我 我有很好的機會就是我去了一個系統的公司 叫做iSensor 他專門在做的事情就是手機 跟醫療器材的結合 那那個時候我從員工只有我一個人 就是結果還蠻瘋的 那時候我上了Google 都沒去Google後來去這家公司 然後後來現在公司大概25個人 那我從這段時間內 經歷過非常多的怎麼樣 各大一個公司 怎麼樣 你一個idea很屌 你先做出來 發現趕沒有人用 潮水小 或者說你做出來的東西 法律不給你保護 或是專利不給你保護 這些東西 創業家都想到是直線 就是說我有一個idea我先做得對 可是其實從那次我發現說 其實你要想什麼東西 你要怎麼樣去經營一家公司 怎麼樣去跟大家合作 這是一個蠻酷的經驗 那從那以後 我有機會跟我的海大的朋友們 創立一個東西叫SMD Lab 那這名字是 這名字不錯啊 這名字叫Superior Online Design 就是一個超級的 思想跟思考的一個Lab 不過其實原本的名字叫做 Suck My Dick 就是SMD這樣子 那我們第一個做出來的App 叫做EPIT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呢 是新聞的摘要 我們做出來以後很紅 就是在香港、新加坡、台灣 還有中國都還算紅 那我們後來被告到就是怕 就是我被所有 你聽過的媒體 跟你沒聽過的媒體 記就是從來去到我家 說我在就是破壞整個市場 然後很快就被買走了 然後等一下稍微再代過一下 那再來就是我會做 從新聞摘要以後 我們跑去做個U-bike 就台北的那個U-bike 在IOS上面的就是 App 我們沒有做Enjoy 因為我不會寫Enjoy 我只會寫IOS 那就是 長得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 因為寫那個App以後 因為還算紅 那我們現在跟中國 還有就是 台灣幾個城市 要繼續的合作 OK 那最後一個東西叫MobiusBob 是我們現在做的專業 那這東西是真正跟專利 還有知識跟群眾有關的東西 那我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把MobiusBob丟過去 丟到就是 Incubator的時候 我們就是 總共去了就是 這幾家Incubator 然後我們就是成功 有去面試 然後你們可能聽過 Y Combinator 或是TechStars 然後還有Launchpad LA跟MocLab 那我們就是有後來決定要去 其中一家 然後我們可能會大概在暑假的時候 會補去這樣 OK 所以我講完了 我大概在做什麼 那我等一下會講幾個重點 就是重點就是 Data Crop 好 所以是資料 那想像資料 就是你現在你手上拿的東西叫紙本 當然用紙記錄下來 你可能會把它照下來 或者你會做什麼事情 漸漸有了電腦以後 你發現說你可以跟一個 冷冷的東西 原本是寫字的 現在變打字的 原本要存在 就是家裡硬體的 就是一張一張紙 現在可以打開檔案總管存起來 慢慢有網路 大家發現說 好像會有東西在上面 你好像可以上去找東西 就是WAM1.0的時代 就是黃頁的時代 慢慢變到2.0的時候 發現說 其實我好像可以在上面 跟人家溝通 跟人家交換訊息 在上面找資料 在上面得到東西 我們慢慢把一個資料 從自己家裡移到了自己的電腦 移到了雲端 大家這樣有雲端 其實就移到別人家 就是別人的database 不過就移到雲端 讓大家都可以access到 這些data 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說 我們現在做的行為就是 我們現在上傳 打Facebook 說你 誒幹 現在Jane講話有點無聊 就傳給你的朋友 傳到網路上 傳下來 這時候你的data就很多 就在網路上 我們現在想的事情是說 當你知道這麼多 這麼龐大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很疑惑的問題 就是 你去google 打一些東西 找到你自己想要的 或是你去quora 或是你去一些Q&A的問題 問說 誒誒誒 就是那家餐廳好不好吃啊 或是那個東西好不好玩啊 什麼東西 你會找到很多的訊息 可是哪一個訊息真正就是 觸碰到你 或是真正有用的東西 你要花非常多時間去找 所以我們一開始最初步的概念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發現說其實data很多 其實沒有什麼屌用 其實最有用的東西叫做 Useful information 什麼東西是最有用的東西 對它是最無用的 我們那時候想到最簡單一個approach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 那時候2011還2012 就是那時候其實還蠻 還蠻魯的就是還蠻弱的一堆人 那我們想到最直接的一個應用 就是新聞 我們那時候想到說新聞 你看一天到晚看到很多新聞 不是用Facebook看新聞 是真的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所有的新聞就是漏漏的 就是很長很多 那這時候其實你會 看看就刷掉 看看就刷掉 可是你有想過有時候別人講 誒誒看他這個新聞 有暴露 你就會看 誒誒看他這個新聞 中間在講一個你好像在 你帶過的東西 你就看 為什麼 因為有重點 那如果 我可以把用電腦 用演算法 抓出那個重點 讓你去看那東西就好 看重點就好 這樣子你就會省掉非常多的時間 省掉非常多的 就是你要看新聞的時間 你可以抓到所謂 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一千字 然後呢變成五十字 變成一百字 這東西對中文來講非常困難 英文有非常簡單的語法 因為中文 英文有主持受制動詞的東西 可是中文來講是 稍嫌稍微複雜一點 那不過我們的partner有一個是 專門在研究 language processing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馬上就是 對英文做一些分析以後 我們把它改成中文的類似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寫了一堆code 然後就是 告訴你說怎麼樣去判斷那些東西 然後 怎麼樣做一些 針對新聞的文具 node 就是我們會打標臉符號碼 那些東西 怎麼樣去做一些整理 那 講了那麼多廢話 結論就是 我們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新聞災樣 它跟英文的 英文版有一個東西叫Sony 可能大家都聽過 就是 號稱一個17歲的一個天才 做出來的理想法 就是 然後發明 就是然後做出來後 讓大家可以 使用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 可是它遇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語言的問題 中文是沒有辦法 會這樣parse出來的 同樣 好 同樣的東西就是沒有辦法 幫忙 同樣的東西 用在英文上會work 用在中文上就不會work 那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specialty就是中文 所以我們馬上就做出一個 中文的新聞災樣 OK 好 那時候我們做台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它就是很猛啊 就是300 300個Million 就被買一走 然後被大家講成天才 那我們做中文是不是 會被講天才 結果好像不會 結果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做上去以後 其實還算好 就是還可以 就是我們一開始做出來的時候 馬上就有很多人下載 然後我們發現說 原本以為大家都很愛用 其實反正不是 其實大家還是蠻喜歡看垃圾訊息的 會想要真正省時間 去看那些訊息的人 就是金融業者 還有房地產的人 他們才會在乎說 我早上六點半起來 我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接下來八點以後 我要跟全世界的客戶講說 你要賣哪一支股票 你要賣哪支股票的時候 我去到最快場或訊息 他們會看這些東西 那隨之而來 剛剛講的東西就是 我們把一堆data parse出來以後 我們丟給大家 我們覺得這樣是一個 非常對社會進步 應該很棒的東西 這時候我們就被告了 我們就 有天早上起來 我就看到我家 信箱打開 看到一個 純針線的地方保安寄來的 然後就是 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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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來 那時候就是錯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結果 其實我還蠻錯的 我那時候覺得說 呀 就是我只是一個發明家 然後我就說 不算來 就是我只是 寫野扣 然後parse的東西 丟上去還蠻紅 那為什麼 馬上被告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我就想說 OK 所以我就一家一家 跑去找他們 說你們到底在幹嘛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還蠻爽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寫後台 去parse他們的東西 然後等於說 我們截斷他們的來源嘛 然後有一家 台灣還蠻有名的就是 那一公司就是說 因為我們東西上架以後 導致他們 就是流量下降 百分之十 他們發現說 這樣子不行 所以他們就用了一個名譜告 我們叫做 就是侵犯他們的著作權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 其實非常的緊張 我們也找了很多律師 去看說怎麼樣 要去work out這樣子 後來其實因為我們沒有公司 然後他們其實 媒體家其實也沒有真正 想要報告的意思 那只是想要我下架 所以那時候我當然就是 我本來想要很兇巴巴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下架了 那可是因為這次被告 其實有個契機就是 我們被 剛剛講的就是金融業者 還有地產業者就是看上 那他們就是很快就是把我們整個app 就是買下來這樣子 買下來一個面連左右 那其實這時間非常短 就等於說 我做了 然後就被告 然後就被買走了 所以 這次的行為讓我知道說 OK 事情不是你這樣想那麼簡單 就是你做出來的東西 好像可以馬上切入市場 或是這樣的東西 那下一個東西 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經過這個以後 我們想說 好啦 我們做給 可能不會 不會 不要違法 好不好 就是不要被大家告來告去 我們做一個open data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到的事情就是 台北最紅的東西叫U-bike 其中我們有一個團隊 也很 團員很喜歡騎U-bike 他就說 欸欸欸 我們寫個U-bike好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是一個公開的資料 Supporty 大家都會拍下來 大家都會做一些app 那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下載其他人做的東西 就看看 大家之前在做什麼 其實大家之前做的東西 我們認真看完以後 我們覺得這樣的 這樣的排版 跟這樣的設計 是很侮辱使用者 因為 你根本就沒有告訴他們 你要看什麼 你根本就沒有告訴他們 怎麼樣去互動 你只是用 很老舊的方式是說 我就幫你做table 你拉下來 你要看不看隨便 所以我們那時候 看完tab以後 其實有被激怒到 我們覺得說 幹 就這麼爛的東西 也可以上架 那我們要做的 就長得比較好看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 什麼樣的東西 是open data 他已經open data 可是我要怎麼樣拿去運用 讓大家看著喜歡 所以我們那時候 領悟到一件事情 除了有用的資訊以外 一個好的使用者體驗 也是重點 你有了資訊 Yeah 有了資訊 怎麼樣去part資訊 Yeah 你知道怎麼part資訊 可是你怎麼樣提供一個好的使用者體驗 讓他們覺得說 身在其中 覺得完全就是很輕鬆 像apple一樣做的東西 就是簡單 elegant 這些東西 背後你要花多少的心力 去瞭解說 打門要什麼 我們那時候 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坐下來想說 要寫這程式超簡單 反正就 扣一扣 然後API抓下來 然後直接填就好 那時候很簡單 因為我是coder 所以就寫一寫 應該就是 感覺到很快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 我們來訂一些小細節 像說 那個地方要放哪 或是 table要放什麼 或是你要先顯示地圖 還你要先選table 那終於想說 隨便 就放那個就對了 就放那個就對了 可是後來講講 越講越虛 就是 你做出來第一個版本 發現漲的其實跟後來也差不多 就有點 好像其實也蠻廢 只是會畫畫而已 就是會配一個色的樣子 其實沒什麼差別 後來我們發現說 好 不要我說爽 不要我說 就這樣就是這樣 我們就來賭嘛 我們就 我們團隊有六個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一件事 我們那時候都在東區的喇叭上 我們就在喇叭上面 先訂好一些spec 然後呢 我們就跑去樓下 一個U-buy的站 就是台北現在應該最大的站之一 就是龍門工廠 我們假裝我們就是 你好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人 我們現在要做新的 那個U-buy的系統 你看你們有什麼好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子 一開始大家覺得我們百事 沒有人怎麼理我 一個一個 慢慢來 我們二十天 我們累積了快一百個人 就一個一個人這樣問 有些人是問完 他忙著跟他女朋友走就走 有些人是看到你問了以後 他們會告訴你 他們真的在做什麼 他們比你還要懂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很愛奇惠 他們看到的問題比你多多了 那時候我們才發現說 哦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原來要這樣 原來要這樣 因為我們各... 就是... 對 就是我們不是那個東西 想要使用者 那你要怎麼辦呢 就去問他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法 與其一般的開發方式 我們就用了一個 比較像Design Thinking的模式 就是很快速的一直開發的東西 就這一段裡面 跟Coding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坐在那邊嘴炮 就我只要坐在那邊 然後說 大家不知道這樣 大家不知道這樣 大家就說 好好好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Protite 那Protite很簡單 我們就用畫的 用Photoshop 貼貼圖 然後呢 把它放到一個很有名的軟體 就是台灣做的POP裡面 就是可以去Markup的那個軟體 這時候我們做完後 我們就去訪問路上的人 然後我們訪問路上的人 去發問卷以外 就是這幾個東西 我們去訪問有十分鐘的 有二十分鐘 有三十分鐘的人 然後我們還要請他們吃飯 然後就是去訪問真的很久 他們就是告訴我們說 他們怎麼樣知道Ubike 怎麼樣去做他們的User Journey 怎麼樣說 你最大的使用點是什麼 你一天打開多少次 你怎麼打開來 你為什麼要打開它 你打開要幹嘛 這樣的問題 一開始大家覺得說 只是單純的搜尋 搜尋 其實不是 他們其實想要看的東西 是更多的 所以我們就不斷地這樣測試 就是在還沒有寫 任何航空的情況下面 我們累積到很多使用者 到底要什麼的資料 如果說我們直接寫出 我第一版的那個長相的話 丟上去以後就被狗尬 就被還滿狗幹 那離線的就是 下面可能就會說 幹得很爛 或怎樣怎樣一大堆 那你就沒有什麼動力 繼續這樣改下去 可是當你真的去引爆 走進去問那些使用者的時候 其實感覺會滿特別 你會覺得說 哇 就是原來他比我還要在乎 我現在要做的東西 那我怎麼能夠做一個很爛的東西 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學到的東西 OK 所以整個 概念來講 我們學到的就是 走出貫通室 就是設計Spec 尤其是你跟B2C合作 B2C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怎樣看到使用者的需求 怎樣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最大的講法就是 一群PM坐在那邊說 我們接下來Spec要開怎樣 我們接下來開Spec要這樣子 如果他們會寫程式還不錯 因為Coding的人或一些程式設計師 他們還可以想到一些程式會發生的問題 可是他們如果不知道使用者要什麼 然後開發出來的東西 就是屎嗎 這就是重點 所以我們要怎麼避免讓這件事情發生 或者說 你要怎麼樣讓你可以自己 可以跟自己說 欸 你知道嗎 我只要把東西上架 一定會嘲諷 你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去找市場上唯一的答案 就是使用者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去看 所謂的需求 我們不是去創造需求的人 我們是去找需求的那些人 那我就是我們開發出來這個APP以後 我們是就是 自從現在開始跟一些中國的 一些城市他們在做公共自行單車的合作 然後也做一些參與設計的一些project 然後還有跟他們政府的一些合作 那簡單來講 就是我可以講說 我在自行單車或在設計APP來講 還算有心得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人 我告訴你我在做這之前 我從來被騎我以外 那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去問 我一直去問 我問到幾個還蠻酷的一些需求 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APP網站設計不良 他們做得很爛 就是 其他人做得很爛 這其實也不用問 我也知道他們就是做得很爛 那還有一些網路速度過慢的 一些使用者體驗不佳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有花一點時間在看說 什麼樣的速度可以把他的API打得最快 打進來打得最快 一鍵的一個後台 然後去接他的東西 我們寫一個crowdfund 然後讓這個東西可以完全 幾乎是一秒鐘就可以完全 就是讀完所有的東西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天氣的速度指標 這東西其實也蠻瞎的 就是我們其實也沒想過說 其實有人打開想要看天氣 我們其實想了非常久 才覺得應該要放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整個裡面來講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時間的試算 這基本上算是我們還蠻自豪的一個發 一個應用 就是說我們其實 那天就有 完全有一天 就是我們坐在那邊 啊 該問嗎 都問完了 我們就發現很多人坐在那邊 那時候U-by裡面有車 我們就發現很多人還在坐在那邊 用他的手機玩他們的東西 我們就走過去問說 欸 你們在幹嘛 他說我們還等車 我說喔 我們還等車 那你們要等多久 我說不知道 就是 反正朋友在那邊我就等一下 他我就說 那你們會想知道要等多久嗎 他說當然啊 不然的話 我就要去坐捷運啦 他說如果你要等車等多久的話 我就坐捷運啦 如果你等超過15分鐘 那我現在就走了 我幹嘛在那邊等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到那邊以後我不知道 那邊滿了以後我是要 那邊滿了我就不能還車了嘛 那我現在是要 Either是騎去下一站 還在那邊等 就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後來想說 那我們 我們就看一看Open Data Open Data裡面沒有那些資料說 煤台車要進來 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出去 因為他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它不是固定的一個路線嘛 所以 我們後來就做一件事情 既然我們已經有這些Data 不然我們就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去算說 OK 這一站 對於這一站來講 他這過約365天 然後呢 他每一個小時的行為 我們去判斷說 他現在這個 假如說5點到6點這段時間 就是下半時間 所以人潮比較洶湧 所以大家出去比較多 他回來比較少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判斷說 OK 假如說有60個車位 這一個小時內有進來30輛車 那我可以預測到你 這360天就長這樣一樣的時候 今天我可以告訴你說 你在這邊等2分鐘 車就會進來 就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用很簡單的Parsing的方式 然後去累積這些資料量 然後呢 我們就告訴使用者說 欸 也許沒有很準啊 我就告訴他說 就大概是那個時間 那我們 後來有再把一些Outliner拿掉 就是算整個統計來講 就變得還蠻準 就是我們有測過就是 大概寫3分鐘 大概就是3分鐘左右回來 對 這算是比較特別的厲害 就是我們在沒有訪問過之前 其實我們也沒想到這些東西 我們就想說做一個酷一點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就是 我們跟著使用者一直成長吧 就是 我們 想要做的東西 酷一點 結果酷一點就是設計 就走到這邊 發現說 其實他們好像還要別的東西 還要走到這邊 那他們還要別的東西 就要走到這邊 所以慢慢的 我們就一步一步的 跟著使用者 從頭到後面 所以我們最後出來的東西 才會是他們想要的 這是我們一開始做的畫圖 其實那個設計師也是蠻幹活的 就是畫很久 然後結論到時候也不用 就是我們就把它放在POP上 然後就一直去撤 就是我們畫 除了這個模板 還要畫大概兩三四個 就是 攝影師一開始很累 一直畫模板 我們一開始的概念就是說 你進來你是想要找車嘛 所以你就點那個 找車 然後就看到那個上面 就告訴你說 哪裡比較近 然後叫龍門廣場 然後叫什麼 台電大樓叫什麼東西 排下來很簡單 後來我們就給使用者 就是拿給他們用 他們就用 我們不能跟他們講什麼 就是整個使用者體驗流程 是我們要觀察它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找找找找找找找 然後開始一直找地圖在按 我們就問他說為什麼要找地圖 他說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個站的名字是什麼 我後來想說 對齁 還要不像捷運 捷運中華多化站 大家都知道在哪 可是你怎麼告訴我 你知道榮興花園在哪 或是說你可以知道說 可以搭在那個地方 可是你知道它 specific地點在哪 你不知道 所以他們要看的是地圖 他們要看的是我跟他的距離 就好我不需要上那站的名字是什麼 所以我們後來才把它改成地圖 聽起來很笨嘛 不過我們就是 我們問完後 才知道說大概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經過不斷的嘗試以後 最後15天 我們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我們最後做出來 說好要Coding 從要Coding到最後 大概4天5天就寫完 就是就很快 因為訂好架構就不用再改 那大概最後呢 風格就長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就把 平均等待時間放上去 只要顯示 小於一台車的時候 小於五台車的時候 因為有些車會壞掉 那我們就顯示告訴他說 你大家要等多久 有時候 原本還想解決插隊的問題 不過後來我們想算了 那就無關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 大家其實很愛用這個東西 因為打開了平均打開的時間 實在太長了 就是很沒道理 通常一個搜尋打開十秒而已 他在打開我們APP的時候 我們大概前兩個月發現說 他會打開一分鐘 他們到底在幹嘛 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如果我剛剛看我們APP 看那麼久都在幹什麼 所以後來我們想說 那既然他們打開那麼久 那我們就讓他們更久好了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廣播功能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講屁話 就這樣 然後現在就是超級多人就打開 會在那邊留言說 要不要約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幹嘛 這樣就是他們會開始 上面留很多言 那這也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 就是做出來一個 使用者體驗還不錯的東西以後 慢慢的使用者會喜歡你的東西 他們就想要更多 你跟著使用者走的時候 你會 還蠻有成就感 那段時間其實 過得還蠻愉快 因為其實雖然很麻煩 就是每天 下班還要過去那邊弄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獲得很好的成績 然後也遇到很多 其他不同的機會 這就是一個還蠻酷的一個方式 所以Data 除了Parse吧 有用在抓下來以外 我們發現互動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這次我們發現說 UI加上UX 加上人本身 這東西才是一個生活的一個風格 當然這個Data 是很簡單 就是跟接下來下一位獎子 要講的靈智症 就是差了非常多的東西 它是一個應用的東西 它是一個讓你去搜尋的東西 可是我們把它變得不一樣 我們把搜尋 單純一個搜尋 我們可以把它變一個Lifestyle 好 這樣講完有沒有問題 好 不能問問題 對對對 那我還沒帶到說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創業 我們現在 自己現在在做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經過前面兩次的一些熏討 還有其他人在創業 或公司的一些經驗來講 我們發現說 這些成績讓我們 應該會給我們更多勇氣 去做一些不同的嘗試 與其做一些APP 做一些小的東西 我們想要做一個平台 我們想要做一個 跟人類知識有關的東西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就是 我在醫療系統公司的時候遇到 專利申請後馬上被告的事情 我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去Defend這件事情 然後更快更好 我們就開始研究 Data就在這邊 這時候問題很酷 我舉個例子 好了 人力資源 你現在懸賞 像像美貨公司 懸賞一萬塊錢 他會用很高的價錢懸賞說 如果你們現在有一個人 介紹一個 是你 你介紹一個人 來我們這家公司 如果這家公司 我們收你這個人的話 我就給你一萬 美金 不少 所以 很多朋友人 會去做這件事情 導致 他們選牌的人 超級無比多 就很多人就來面試 這時候你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你想要找到好的人沒有錯 你想要找到一個好的知識 你想要找到一個好的文件 是對的 所以你用懸賞的概念去砸下去 可是當你回來的資料量 是完全毫無排序的狀況 你要怎麼樣去看這些東西 那些人寫出來的東西 大部分都模倫兩可 因為成績都還不錯 人都不錯 那怎麼辦 這是類似的概念 我們把這個概念用在專利上 因為 整個重點來講 Data已經擁有 不是重點 重點是Connection 資料跟資料中間的連結 資料跟資料中間的 Notation 資料跟資料中間的一個 量化的因素 可以決定 這東西在不用看的時候 就知道這東西的價值 這是我們接下來想要做的東西 我們現在想要用的東西 就是在 剛剛講 Subjective Knowledge 這東西我們簡單講 比較專利 專利呢 可能大家有些人 不太連結專利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假設有家公司現在告你 嘿 我先告你 一百萬美金 你那時候 你會直接走出來說 喔 對不起 不會嘛 那你要怎麼辦 你會請律師嘛 或是你會請很多人 前面來 Defense這件事情 可是最重要的東西是 你要有一個 找到一個資料出來 可以站在談判桌上說 你知道嗎 我可以幹掉你的專利啊 小心點 這樣的東西出現 這東西很難找 這東西現在的找法呢 就是一百年前 五百年前的找法 就是我去顧一堆所謂 叫做Searcher 或是分析家 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顧一堆英國人 你可能顧一堆印度人 你可能顧一堆中國人 他們就瘋狂的幫你找這個東西 就這樣 然後他們最多十個人 二十個人 這東西不make sense 就是他們花的時間 charge by hour 一小時兩百塊美金 然後呢 等於說你還付多少錢 你平均在家 你一個人付兩萬塊美金 然後你找到的東西是 來自於二十個人 因為他們不一定是 這個領域的專家 假如說 你的領域是醫療器材好了 那他們都不是 他們是IP的專家 他們在找資料 那 為什麼與其用一樣的價錢 你為什麼不用 去放在一個品牌上面 讓真正一條專家 去為了賺了兩萬塊錢 然後去找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的idea就在這邊 就是我們把它放到平台上 讓大家去compete 就像是這個樣子 就一堆你需要的那些人 就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透過mobius box 你在上面 像在講今天人一樣 懸賞說 你幫我找的東西 我給你十萬 那你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給你十萬 就這樣子 讓大家去上面 share他本來就有了資料 有了資訊 也許他在二十年前發的論文 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也許他在十年前做的研究 就是這個東西 那現在他只要告訴你說 欸欸欸欸 這個東西 然後把你貼出來以後 你根本就不用花時間找了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關鍵在於 OK 一樣的問題 我現在懸賞了十萬美金以後 如果說我現在拿到十萬篇資料 這樣子有意義嗎 沒有嗎 等於說我把這十萬篇 丟給人 大家還是要看 那我們就在想 怎麼樣在資料還不用被看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個非常特別的方法 就是我們把別人的信心放進去 我現在放十萬塊在上面 我開賠率一百塊 我開賠率一千倍 好 你給我這個資料以後呢 你賭 你賭一千塊 等於你賭一百塊 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贏了 我給你一百塊 乘以一千倍的獎金 這樣就是 十萬塊 如果說你沒有信心 你就賭二十塊 如果沒有錢 你就賭五塊 如果很有錢 你就賭多一點 上限就在那邊 我們讓這個東西 當然賭了錢是我們上面的虛擬貨幣 會有convergence去 所以這東西是可以被控制的 那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讓你自己 在你想要拿錢之前 因為你就只是說 OK 你看到三個Case不錯 或是你找到五個東西不錯 你把五個東西全部灑上來 那問題就在我身上 我就要看五篇 那超麻煩 所以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你幫我先看完這五篇後 你告訴我你信心多好 所以這是最大 我們整個概念來講 我們最大的一個特點是 我們讓大家去 bet on your findings 就是用你的信心去 告訴我 你多想要拿到這筆錢 所以我們讓這整個 原本聽起來很無聊的東西 變成一個遊戲 我們會告訴 我們甚至可以告訴你 一些比較side feature的東西 side feature的東西 就像說 你是一個高中生 可是你找的東西 比哈佛大學教授還要好 你就會很開心 就是你會覺得 呵呵好爽 這樣子 對 這幾個就是我們整個 我們跟大家的概念 那 時間 OK 我們整個演算法的概念 就是 我們 article本身呢 我們會做基本的量化 可是這東西永遠都一定要人去看 所以我們加了幾個東西去佐證 第一個就是provider 就是你丟上來這個人 本質 他某不某 就像是steep jar丟東西上來 跟我丟上來 你要看誰 當然先看他的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會有核廢機制 他都看的都是屎 那就是慢慢會 decay 慢慢會 decay 慢慢會 decay 可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waiting 再加上一個信心 我透過這兩個東西以後 我可以在不需要看這資料的情況下面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東西多重要 就有點像說 Google搜尋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第362頁 不會嘛 你會不會看第二頁 會嘛 我的目的就是 把10萬 把362頁的東西 原本攤平在那邊 先把你整理起來 就變成這樣 我的目的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 因為時間 因為時候就不繼續放 就是基本上我們建立了這個computing 然後 就是我們把這東西申請 去了美國Incubator 然後 就是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上 一些 得到很好的feedback 那我們就是 準備暑假 所以要過去這樣子 好 要問題再來問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